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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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可以分为处义和论义 还有魔义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处义讲的顶礼句刚才题目基本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 护诸诸佛智慧神 文殊实力童子尊 恒诸八八念锐心 所言愿力诸有情 这是上师老人家一辈子当中把文殊菩萨作为本尊 然后尤其是到了五台山面见文殊菩萨之后 任何一个论典的前面以地理文殊作为开端 这也说明作者对文殊菩萨的不共信心 那么这个颂词的意思就是说 释放所有的诸佛也就是说众生的护处 那么这样佛陀的智慧全部 释放的佛陀的智慧全部集聚的就是文殊斯利菩萨 文殊斯利菩萨大家也知道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始终都是以童子相来利益众生的 然后它比喻成阎光一样 阎光它照射到莲花的时候 莲花开始开放会移出芬芳的香味 同样的道理文殊菩萨不共的智慧和加持力量 融入作者他的八般莲花的心 当然为什么叫八般的话呢 在密宗里面有很多殊胜的修法 我们这个心比喻成八般莲花的 有很多很多内外密的修法 但这个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讲 意思就是说文殊菩萨的光芒或者加持 请你恒常入于我的心间 有了本尊的加持有了上师的慈悲力量 那么所说的语言全部都是利益众生的 那么上师当时也是造论的时候 并不是说我所说的话让我病重获得全愈 或者说让我发财让我获得快乐 并没有这样发愿造论典的目的 文殊菩萨加持我的心我说出来的教言 一定要让众生暂时究竟获得利益 所以我们听者和学习者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动机 我们今天听这个课的什么样的目的 有些人可能在一种合恒恶恶的状态当中 大家都在听课我也来听课可能会这样想 有些人要讲前行的话 听说要胜利倒戈可能很好听吧是这样的一种 其实我们这些法心都不对 应该说我这次听课的所有的功德 但愿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然后我得到的法意不是为自己应该是利益众生 每一个人应该首先要修这样的法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通过文殊菩萨的加持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可以获得的 只不过自己又没有信心有信心的话 文殊菩萨可以说是十方诸佛菩萨智慧的寂静 十方诸佛菩萨诸佛智佛有这个说法 因为文殊菩萨他劝世间上无量无边的佛陀 让他们开始的时候发心 他自己还没有成佛 他一直让别人发心是这样的 文殊菩萨的传记里面记得也有这样的 有一次佛在银酒山传法的时候 在下面的城市当中有一个妓女叫妙金光 因为她的皮肤发出金色的光芒 而且非常的漂亮 非常好看 来自国王和大臣以及世间各种各样的男人 特别喜欢她 追求她虽然她是一个妓女 世间特别低劣中心的人 但是人们特别喜欢她 始终她的周围有非常多的人围绕着她 但有一次她跟一个上主之子一起到乐园去喜乐 在这个路途当中正在前行的时候 文殊菩萨知道度化他的因缘已经成熟 然后他也是在途中 文殊菩萨自己途中也是显得非常漂亮 发出各种光芒非常好看的光芒在途中等着 这个时候妙金光美女看到文殊菩萨的时候 因为文殊菩萨身体发出的光各位都美丽 已经远远超过她的金色金光 一直在她的照耀下自己都是羞愧难当 自己都不好意思 但这个时候一方面不好意思 一方面她对她身体和衣服的庄严生起贪心 很想跟她在一起 因为女人看到哪里有漂亮的话就对她动心 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加持多闻天子劝她 你不要对她生贪心 她就是诸佛智慧的接近 文殊菩萨 那么文殊菩萨可以赐给你一切的所愿 一切满足你需要什么 美女说我不需要什么我最需要的就是你漂亮的衣服 文殊菩萨说你如果需要我的衣服 你可以趋入菩提我可以再赐给你 她当时也不懂什么叫菩提 就像现在有些刚学佛的人一样什么叫菩提他不懂 文殊菩萨一一地给他讲解 讲解的过程当中 释迦牟尼佛在饮酒山也是发出善哉的赞叹词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在震动 当时很多眷属问为什么发出这样的声音 然后佛陀说现在文殊菩萨以他的慈悲和智慧来度化 某某几女那个时候他正在宣说佛法 你们有些人去听的话可以到那里去听 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身边好多弟子也是往文殊菩萨那里去了 就像现在有些上师传法的时候有些上师灌顶 好多都跑到那边去了 上师身边都是没有生一两个人一样的 释迦牟尼佛身边的人很多都跑到文殊菩萨那里去了 那个时候文殊菩萨的眷属当中 有些已经获得了清净的法言 有些获得了无声法人有些获得了不退转的果位 成千三万的人已经获得了不同的果位 在那个时候刚才的妓女她也是对诸法无自信的道理 已经生起顶解 然后她很想跟文殊菩萨出家 她说 我要出家 文殊菩萨说 菩萨的出家不一定要提光陀 一定要为了利益众生尽情地修行佛法 尤其是舍弃自己这就是菩萨的一种出家 然后让她跟着上主之子一起去 她跟着上主之子一起到乐园里面去的时候 无常现前那个妓女死在她的怀抱里面 上主之子首先是很伤心的 但后来慢慢慢慢看她美女的身体 就像我们讲不经观一样慢慢慢慢就腐烂了 最后都特别害怕 然后她就开始往饮酒山跑 到释迦牟尼佛跟前去庇护 释迦牟尼佛跟她传授佛法 她也是获得了无生法人 当时释迦牟尼佛手机刚才这个妓女 因为文殊菩萨劝她发心的力量 她将来都是在某某刹土当中变成曝光如来 然后你刚才那个上主之子 你到时候也是成为她属下的菩萨 当时上主之子也是问为什么文殊菩萨这样发心 你的弟子是我我都是变成菩萨 而文殊菩萨的弟子变成佛啊 为什么这样他有点想不通 然后释迦牟尼佛说 其实我也是在文殊菩萨面前刚开始发愿的 而且过去的无量佛也是在文殊菩萨面前发愿的 现在这样的很多也是在文殊菩萨面前发愿而成佛的 未来也是无量的佛就是在文殊菩萨面前发愿而成佛的 因此他的功德如何如何已经讲了很多 所以在座的各位真的是以前法王如意宝所讲的一样 平时要念一些文殊行词祈祷文殊菩萨 因为文殊菩萨的加持和力量跟诸佛菩萨都是不相同的 的确有关经典里面是这样讲的 因为我的分别念根本不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大还是文殊菩萨的加持大 但是有了经典作为佛教徒大慈大悲的佛陀的经作为依据 这样来决定完全可以决定 因此平时祈祷文殊菩萨那么生生世世的可以自己一方面开启智慧 另一方面很多诸佛的加持和智慧融入一体的 表面上看来他是菩萨实际上也是有关经典里面所讲的一样 佛陀因此依靠他的加持力也是不可思议 当然有些人就像上师如意宝一样 从小的时候与文殊菩萨有缘可能也有这样的 上师传记里面也说了他老人家讲生的时候 也是口里面念诵《乌马拉巴达纳达文殊菩萨的心咒》 到了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也是看见石堆里面 有文殊世子的修法这是印度的一个文殊世子的修法 然后修法的后面说是 印度圣经一老人高龄一致九十九 不识文字请修学一日得见文殊尊 有这么一个偈颂意思就是说 在印度圣地有一个老年人年龄到九十九岁的人 后来他遇到文殊世子的修法 他得到这个修法那个老人是一个文盲 他连字都不认识 但他以称职的信心来祈祷修行的话 在一日当中见到文殊菩萨而获得成就 所以上师当时也是见到仪轨以后 他觉得九十九岁的人已经得见文殊菩萨 我这么年轻的人为什么不能修啊 然后马上修持以后 所有的显宗密宗全部都是在他的智慧当中 自然而然显出来了通达一切显密经论的 所以有些人真的是的确通过祈祷文殊菩萨 在自己的一种智慧无心当中可以开启的 我们有些人说我很笨上师你给我吹一吹 你给我打一打你给我摸一摸这些都是不一定 当然上师是成就者的话是可以的 但一般自己凭自己的信心来祈祷的话 我想应该可以得到一些智慧 我们以前去五台山的时候 当时整天都是想着能见到文殊的一种 非常不共的信心 后来很多仪轨 很多赞叹文在那里 好像堵着堵着自然背下来了 虽然没有真实见到 但是我想也得过加持可以这么说 加持是应该得过的 包括一些大圆门的圆词 文殊展 很多都是原来根本背不到的 到了那里以后念几遍就背下来了 所以我看每个人的感觉可能不相同的 每个人的信心不相同的 如果有了文殊菩萨和一些上师们的加持 显密的这些经论自己心里面随时都可以显现出来 也不一定要有些人那样密思苦想的特别的痛苦 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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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聚会当中看见有一个某某的花生 他自己也觉得非常了不起很多弟子对他恭敬都不得了 后来我看看他的介绍 他的介绍里面说他是某某祖师的花生 我认为可能是真的还是我也马上起信心了 我睹着睹着睹着看里面有一个 他是得博士学问的 汉文里面说得博士证 下面写的是藏文我想这个博士证是怎么来的 看了一下结果不是博士证 藏文上面写的是一个闻法证说这个人在什么什么法已经听过 他把上面介绍成博士证 他是认定活佛证认定活佛证上面 我想真的一个上师可能认定了我就看了看下 上面也是写的藏文 藏文里面说有一个上师他的感觉 他是某某术师的花生 让某某大德你要认定他是不是 后面打一个问号 挺有意思的 那个没有答案这是一个问号 但是上面介绍的说是活佛证 而且活佛的名义特别大 我们凡夫人一般提都不敢提 所以有些智慧变成欺骗众生真的可以 从凡夫的眼里面看应该说是害自己 害众生 虽然无光尊在大圆满信心修行里面 像昆虫一般的水众生是非常多的 但是自他都是堕入地狱而已没有意义 就像说的一模一样没有多大的意义 因此我们利他的如果有心 想着自己欺骗的行为 各种不如法的这些绝对不会有 即使他有一点也是 他的动机不是为自己就是为众生 所以我感觉我们修行佛法的人 无论在任何场合当中就要有一个 利他作为前提如果利他作为前提 应该是很多行为表面上看来不如法 实际上他有一个甚深的密意 所以在这里讲愿所有的 这样所说的语言也好我们听得愿 愿众生获得利益